说到这个婚检呢 大家知道近几年呢 我们国家对婚检呢 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 就是自觉自愿 那么真的去做婚检 都做哪些内容呢 也就像我们所说的 平常的全身的检查 当然呢 最主要的话 我们可能还需要进行 男方女方生殖器方面的检查 我们这里呢 就说说女性这个方面 其实呢 按理应该来说 婚检的话还是应该要做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 夫妻俩结婚了 过了一段时间跑来检查 怎么说 性生活有问题 我们再把女方一查 发现是不是先天性无阴道 对不对 或者是阴道有纵格 或者是阴道不分闭锁 等等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呢 婚检还是需要进行检测的 那么他除了全身的检测 心肺 肝身 这些功能 还做一些相关的血液的方面的检测 肝身功 然后呢 血肠规 有没有一些传染性疾病 当然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开放 是不是还需要进行一些性病方面的检测 当然这就是题外的话了 就是说如果两个人都很了解 那还可以 那么会不会有其他一些很严重的 比如我们所说的艾滋病 现在在艾滋病这个病也很多 所以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婚检呢 还是很有必要的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